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那么通过我弹奏第九第十小节 不知道大家发现了没有 我的第一个音重音给的很强 然后呢第一组的切分音的中间的那一个也给的很突出 从那之后呢我左手上接着就弱了下来 然后再伴随着整个的这个音乐再去做坚强 而整个在做坚强的过程中 左手的音量也相对来说不是特别的大 也就是说我们在整个弹奏这个节奏型的时候 最容易出现的音乐上的问题 就是我们关于左手的这些和声的 由于它的音量过大而显得弹得很笨拙 比如说弹成了这个效果 我给大家弹一个 我们来听一下这个弹起来比较笨拙的这样的一个音乐的一个效果 那么通过我刚才这个弹奏 大家又老会觉得我的左手有点在捣乱 就老觉得这个左手是不是甚至还在往后拽这个拍子 就会觉得拍子都不太对 其实在整个的合奏合起来这两个手弹奏的时候 拍子两个手对的都是一样的 那么它的区别在哪呢 就是在左手的音量上 由于它的音量变大了 所以显得弹得不够灵强 那么也就是通过这个我们就发现了 在这里面左手的这样的一个整体的它的节奏的一个重要性 那么所以在弹奏整个这个段落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格外的去突出应该突出的音 那么除此以外 其他的地方 我们要符合整个这个曲子里面的这样的一个音乐的力量 比如说前两个小节 第一个音必须要出来 然后小切分中间的这个音要出来 看后面的我们的左手就很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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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一个比较灵巧的弹奏 千万不要弹成 这样的话整个音乐就会觉得越弹越往后转 越弹越往后转 整个甚至都会觉得速度在往下掉 那么这个是音乐上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 好我们接着往后来 好 那么在之前我们做演奏提示的时候给大家提示过 第十二和第十六小节 这里面的左手都是实际上是用右手来进行弹奏的 那么在弹奏这个音形的时候 同样我们还是要注意这里面的一个灵强 千万不要给它弹成 每一下都格外的去进行强调 一定不要弹成这个效果 我们还是给一个音头 接着就顺着这个乐剧的一个剧法 自然的做一个小的收拢 然后从下一句的剧的头 立刻再把剧头的这样的一个重音弹出来 好 那么前面就是从第九第十小节 十三十四小节 十七十八小节 整个它的这个绿度都是一样的 所以在这个地方弹奏的时候 我们要把这几个乐剧里面的左手和右手 的这样的一个重音要给找好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十和二十一小节 第二十小节呢 给大家也是提示过 在这里面我们会有一个两个手的一个 右手上行左手下行的这样的一个小的挂奏 那么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要强调左手的下行的时候 一定要在最后要有一个往外推的力量 要把右手的这个 骚骚骚米这样的一个音乐 要给它推出来 好我们稍微往前面 再大一点我们来听一下 好 那么在弹奏这个地方的时候 左手推了 右手一样 第一个骚骚 要很鲜明的把这个主音和重音给弹奏出来 那么在这里面呢 我们在弹奏这一段的时候 我们可以在左手的这种柔弦上 我们可以有一些贴近于这个风格的 自由化的一个处理 那么为的是什么 为的是让这个作品的 我们的味道更浓一些 好我们接着往后来 那么到第24小节 就是整个我们的第二个段落里面的第一个层次 从25小节开始 就进入到它一个定曲的一个弧影 那么从第三十三小节开始 那么这里面又是一个 与前面不太一样的节奏性 那么在这个地方呢 我建议大家第三十三小节处理的时候呢 稍微收过来一点 这样的话呢 音乐会觉得它里面的这种趣味性 会更浓一些 好我们往33往后看 好那么到第四十一小节开始 那么到第四十四四十五小节 这里面会有一个反复 同样的地方反复两遍 在以前的很多作品里面 都给大家介绍过 同样的东西弹两遍 我们要给它做的不一样 那么在做演奏提示的时候 给大家介绍过 这里面可以第一次的时候 我们通过这样上下行的滑音 那么来让它做出各种各样的不一样 那么还有一种做不一样的方法是什么呢 还有一种做不一样的方法 我们是可以通过它的墙 比如说第一遍我们做墙 从墙见弱 然后呢第二遍直接再做弱见墙 从墙见弱 然后呢第二遍直接再做弱见墙 第一遍强第二遍弱 第一遍弱 第一遍弱第二遍弱 第一遍弱第二遍弱 那么到这一小节也就是乐曲的第五十四小节 就是整个这个舞曲的第一个段 就是这样比较优美舒缓的这样的一个舞曲 那么从后面第五十五小节开始 就进入到一个热情奔放的这样的一个舞曲的段 那么在这里面呢 它的音乐在乐曲提示上它写的是一个突快 也就是说整个这个段落从速度上来说 比前面那个要整个的要往上快很多 而且呢从整个音乐的情绪上 前面呢还有很多的这样的一种优雅 这样的一种委婉的情绪在里面 而这个段落里面就更多的多了一些它的粗管 一些热力 所以在弹奏这个地方的时候 很重要的是一个我们的一个 见快的这样一个过程 以及我们在弹奏的时候 手的弹奏的一个扎实程度 也就是说这个地方的音色 我们一定要是非常扎实的一种声音 好我们一起先来看一下 好那么大家会发现我通过了这几个扫节 直接把音乐推了上去 这是一个需要大家特别注意的 就是我们的一个慢起尖快 一个声音的扎实程度 另外呢我们再看一下 从这个小节开始 也就是从第55小节开始 它的拍子由前面的42拍变成了85拍 也就是说由四分拍变成了八分拍 那么这里面我们的一个节奏的律动点 那么大家都知道85拍或者是2加3或者是3加2 那么这里面我们来看一下谱 比如说第55小节 它就是一个2加3 那么这里面它的重音在哪呢 2和3的低额音 是它的重音 那么下面一个呢 那么下面一个呢 第56小节变成了3加2 那么这里面如果是2加3 那么2的第一个音跟3的第一个音 我们一定要把这个点给它弹出来 那么这里面自身的它节奏上的律动 其实就把整个这个乐曲里面 音乐上的律动就给体现了出来 好 再往后我们会发现到63小节的时候 它会有一小节变成了86 接着在64小节又变成了85拍 那么这里面我们要注意到它拍子的转换 所带来的这样的一个重音上的一个转换 那么从第55小节开始到第68小节 为整个我们的第三个段落里面的第一个层次 然后从第69小节开始 进入到了第三个段落里面的第二个层次 那么第二个层次要特别提示大家的呢 并不是这个第69到第71小节 那么这个地方其实就是顺点着前面推上来的 这个音乐形象 我们继续来把它不断的再往上推 不断的往前去高涨这个地方就可以 我要提示大家的反倒是第72小节到第75小节 这个地方这一小句是在前面高涨的音乐情绪里面 突然间收回来的一句非常灵巧的句子 那么在这个小节里面弹奏的时候 我们要注意到它音乐的一个灵巧 不要给它弹的过于笨拙 千万不要弹成这样 这样的话就会觉得弹的太笨了 就又感觉音乐在往后拽着走 那么我们建议大家这个地方可以音量稍微收一点 但是要把里面音乐的这种弹跳感给弹出来 它里面的重音 然后它的弹跳给弹出来 好我们继续往后来 到乐曲的第81小节 到81小节是整个第三个层次开始的最后一次这样的一个往上推入 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的速度上要达到就是整个这个段落里面的最快的一个速度 那么在这个地方我们整个在往上推的时候 一下顺延到了第90小节 那么整个从第81小节到90小节 那么这几个小节我们要去特别的把这个音乐再一次的推向整个这个曲的高潮 应该说整个这个地方的音乐是这个作品里面的最高潮的一个高潮点 那么所以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呢 我们还是要注意整个的这样力量的一个调整 那么我们从这个地方来看一下 那么整个在弹奏这个地方的时候 那么我们要注意到的还是这个音乐的 不断的一个往上的增长 那么从91小节开始就进入到了这样的一个点子 那么在点奏的这个地方呢 我们在前面练习的时候 给大家强调过这里面的一个技术点 就是我们一定要注意这里面要弹奏的准确性 但是整个从音乐上来说 我们在兼顾它准确性的时候 还要注意这里面的一个音乐的情绪 那么在这里面我们的情绪上的一个把握 甚至于要高于这里面准确性上的一个把握 就一定要顺着前面我们推上来的这个情绪 再给它把这个音乐就进行一个顺延 然后到后面的这样一个挂奏 给它弹出 好 那么到第99小节开始 就进入到了这个作品的一个尾声 等于98小节我们是一个挂奏 那么这里面到98小节 有一个挂奏完了以后的一个延长 这里面的气息就是一个大的气息了 重新起 那么前面呢 在这个音就是最后我们的尾声的前半部分 它其实还是有一点乘上起下的感觉 至少在它的速度上 那么还是一个比较快的 那么所以在这个尾声一共有三个小分句 第一个句子里面我们主要是乘上 它的速度相对来说比较快 它还能够打扰 对计划 到最后一句的时候 彻底的收回来 就像整个我们在 这个舞蹈结束以后 一切又回归到了瓶颈 所有的又都安静了下来 最后一句 有一种这种耐人寻味的 这样的一种回味在里面 那么整个穆卡姆散逊与舞曲 这首作品 从音乐上来说 他的音乐的张力非常大 无论是从速度上 还是从情绪上 还是从我们整个弹奏的 伸缩以及力度上 所以在把握这首作品的时候 我们对于这个作品的乐剧 每一个里面句子的音乐 以及整个新疆的这样的一个 维吾尔族音乐的一个音乐风格性的把握 那么是需要大家下来以后 来进行很好的一个掌握和联系的 还是说回到我一开始 在做这个作品提示的时候 给大家强调的 这首作品给了大家一个非常大的 一个我们发挥的空间 在这个作品里面 我们可以比较自由的 进行一些音乐的这样的一些处理 进行一些音乐的表达 但是无论我们的这个形式有多么的自由 最终这个的表达上 还是行伞而舍不伞 还是要把握住这里面的一个脉络的主线 要围绕着整个维吾尔族音乐的 这样的一个音乐风格 来开展自由化的这样的一种演奏 那好 对于穆卡姆散续与舞曲 这首作品的演奏提示 就到这里 我们下一节再见 大家好 我是黄宝奇 很高兴与您 相约在新爱琴丛林学古针课程 与您共同学习古针的弹奏技巧 与名曲佳作 更多的精彩课程 请点击右下方订阅 期待着与您共同领略古针的艺术魅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